歌手羅志祥的國際歌迷會 創立近八年 以嘻哈為主題開爬紀念 特地邀請上千名粉絲同樂 為了符合主題 小豬這一聲傳的嘻哈 現場還特地收集粉絲的大哉問 要小豬挑戰以官腔 或是真心話來回答 想不到第一題就夠犀利 哪壺不開提哪壺 竟然問起金曲獎的表演 如果明年金曲獎在120表演的話 你會答應嗎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當然可以全心以赴的去 面對這個金曲獎的挑戰 要真心話有沒有來的 所以大家想聽真心話嗎 我不要 看來金曲獎帶給小豬的陰影 真的是滿大的 不過有了粉絲的支持 小豬充滿感恩之心 還說希望能一起走到第十年 我們很感謝 有很多的歌迷朋友們 還是一直很持續的去支持 然後我們會不斷的更新 然後不斷辦一些活動 那也很感謝他們已經 陪了我八年的時間 也希望我們可以邁入第十年 也希望這十年的話 我們可能會辦一個 更不一樣的一個派對吧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